好,那今天的演讲是要讲的,其实是国防游戏这一篇,那我们招来的我们的讲员是我们中文大学理学院的院长黄敏刚老师,那今天他讲的题目是生命和爱人徒,福利,生命中的伙伴,特别你,好,不过欢迎黄敏刚老师。 谢谢习老师的介绍,我借这个机会感谢一下我的研究生神秉贤,刚刚有些投影片还是热的,但是我发现到一个错字, 这个是生命中的火花与涟漪,我最主要是要谈这个模仿游戏里面的,那个,Alan Punic。 那这个是电影上面的一个海报,那也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关系,这个模仿游戏的关系啊,那英国的VVC, 然后,这个英国很多的媒体,因为这个图灵这个人是个英国人,这个英国的很多的媒体啊,就受到这一部影片的影响,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的访问,然后有一些的影片,尤其这个VVC啊,做了这个很详尽的关于这个图灵的,这个生平的影片, 那我首先放一下,这个是这个影片的一个VVC影片的一个广告的那个摘要,那我最主要是要引进一个数学上面的问题,就是黎曼假设, 那这个是,这个Tuning啊,一直恋恋不忘,这个人本身是一个数学家,那他一直恋恋不忘,这个数学上面的这个,这个问题, 事实上,他想到用这个电脑,呃,最主要的,他也是想要解决这个数学上面,这个黎曼假设这个问题, 那直到今天这个,呃,问题是还没有解决的,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呃,这个影片哦, 这个是这个,呃,VVC这个影片的前言哦,大家假如说,呃,想要呃,仔细的把这个影片看完啦,那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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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是,呃, 这个,呃,现在网络上面是找不到的,就是你可能需要花钱去购买这个东西,那呃,呃,呃,这个,呃,我最主要的是,呃,呃,把这个东西提进来做一个引言, 因为,这个,这个大部分的人在谈论这个tuning的时候,都忘了,他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黎曼假设的问题, 他一直,这个刚刚影片里面有提哦,他一直想要去证明,这个黎曼假设是错的,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呃,这个假设的情形哦,这个,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牵扯到, 这个去年,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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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要就是在1900年的時候 要邁入二十世紀的開始 那有一個世學家叫做David Hebert 他在華國的這個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s 他給了一個清單 就是在未來的二十世紀裡面 他認為最重要的十個數學上面的問題 那本來這個通常你提出這樣的一個清單 大概這個生命歷大概只有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大家馬上忘了這件的事情 但是想不到這個 想不到這個Hebert 他提出這個清單以後 引起大家廣泛的注意 大家一直在提這個 這個清單 後來他自己再加了 這個十三個總計 就變成 二十三個問題 那 這個是 這個是 Hebert 這個當初他在 這個研討會上面的一個專辦 這個 本來是他認為會有很多的數學家 他會去討論他這個 帽子的 那個飛行的情形 這個想不到 這個大家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他所提出來的這個 十個問題 那 到目前為止這個 這個總共的 二十三個重要的問題 已經有 十七個 被完全解決 或者部分解決 但是 有六個 還是完全沒有被解決的 這個 黎曼假設 就是這 六個 當中的一個 那 這個同樣的 這個 在 21世紀的時候 這個 在美國有一個叫做 Clay Foundation 就是有一個基金會 有這個 Clay這個家族 他們所設立起來的一個基金會 那同樣的這個 這個 Clay Mathematics Institute 這個是設在 這個 麻生理工協議員裡面的 這個同樣的 就是 他們用他們基金會的錢 然後 完全來 support 這個 研究機構的 所有的活動 那同樣的 這個機構在 2000年6月的時候 也就是 要邁入 21世紀的時候 他給了 七個 百萬的問題 就是 任何一個數學家 你只要能夠解這 七個問題當中的 任何一個 那這個 就給 100萬的美金 那 這個同樣的 在這個 這七個問題 同樣的他們也是認為 這個是 21世紀 這個 在世協的發展上面 扮演 最重要 關鍵角色的 的問題 這七個問題裡面的第一個 是 比如說我們 考慮這樣的一個 函數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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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函數 這個 S是一個 參數 那S是 乘數的時候 比如說 2 4 我們 我們都知道 這個 你大致可以 解出來 這個 無限的 數 一個是 比如說是 6分之 拍的平方 當S等於4的時候 這個是 90分之 拍的 四次方 我想 大概 數學系 二年級或者物理系 二三年級的學生 你大概可以用這個 積分的方法 你 把這個值 把它 求出來 那 我們 除了這一些值之外 我們是 是不是有 這個比如說 S等於3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用電腦 你直部的 把它KGG 然後一個一個 加起來 你會得到一個 一個數目 那 現在問題是 有沒有其他 S的值 我們知道 這個 函數的 性 性值的 那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定理 對於 就是對於所有的 S小1等於1的時候 這個函數的值 是發散的 這個比如說 S4等於-1的時候 這個函數就變成是 1加2加3加4加5加6 這樣一直加上去 那 這個最後的結果是一個 當然是一個 發散的結果 所以 這個 有一個定理 就是 這個 這個S 假如說是小1等於1的時候 這個整個 函數 它是 發散的 但是這個 這個函數啊 你可以把它 跟這個 prime number 就是剛剛影片裡面 所講的這個值式 扯上關係的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等式啊 把它 寫成這個樣子 這個底下 它剛好是 它剛好是 除了前面這個 2之外 就是 2 3 5 7 然後接著是 11 13 17 19 23 這樣子一直下去 就是這個分母裡面 就是 含著這個 整個這個 prime number 所以我們可以把對這個函數的了解啊 你事實上可以藉著這個函數的關係啊 轉成 我們對這個 這個 直式的了解 到底 是怎麼樣 它的分佈 這個 的情況 到底是怎麼樣子 那 這個 黎曼啊 就引進了另外一個 函數 我們把它稱作 jita function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數列 但是 你可以把它寫成這個 所謂的 contour的積分 是可以寫成這個樣子的 那 這個 第一個 這個 這個函數 還是 有一些 fall在那個地方 就是 比如說 s等於11的時候 這個函數是沒有定義的 因為 你看這一邊就知道了嘛 s等於11的時候 2的0次方是等於1 所以 1減1是等於0 整個 函數是 花散掉的 但是 這個函數 同樣的在 2的時候 他給的也是 6分之 π的平方 在s等於4的時候 他給的也是 90分之 π的4次方 換句話說 跟原來那個函數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在這一些值上面 那事實上是 只要你給的s的值 你帶進去到這個 z方形上面去 假設說這個s的值 你對應的g of s 是沒有花散的 在數學上面 在數學上面 可以證明說 這兩個函數是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這個 我們剛講的這個z的那個函數啊 就是1的s方 1加上2的s方 s方 1加上 跟現在這個 z方形 事實上在沒有花散的情形之下 這兩個函數 是完全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 Order 他就問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樣的值 能夠讓這個z方形 什麼樣的s的值 能夠讓這個東西是等於0的 這個就是剛剛影片裡面講的 那個critical 9 那個critical 9 就是讓 這個對不起 這個是z 就是這個z的值 那這個負的整式 這個 z的函數 當然是等於0的 對這個東西而言 那除了這個 s是負的整式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值也讓 對不起 是負的偶數 那有沒有讓 其他的s的值 能夠讓這個 這個z方形是等於0的 這個 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二分之一加上 我把s當作是一個負數 你加上某一個complex number 這個下去是等於0的 這個同樣的另外一個 虛數的部分加上去 也就是等於0的 所謂的黎曼假設 就是說 這個z方形的 等於0 這個你的s 假如說不是負的偶數的話 那它一定是這個形式的 就是二分之一加上i乘上t 這個 就是那個影片裡面 這個所形成的 這個整個這樣一個線啊 就是那個影片裡面所講的 這個critical nine 就是要去證明這個東西 這個是 黎曼的一個conjecture 就是一個猜想 到現在為止 是還沒有證明的 這樣一個 一個假設 這個問題牽扯很多的 為什麼說這個問題是 當今最重要的數學問題之一啊 因為這個跟直式的分佈 是有關係的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 我們經常會問這樣一個問題 比如說100之前 你一直看 12 我們不算進去 2 3 5 7 9 11 13 17 19 23 這樣下去 到100之前 有沒有 有多少個直式 比如說1000之前有多少個 10000之前有多少個 所以數學家心裡就在想說 我們是不是有 有沒有一個一般性的 項目 一般性的公式 可以讓你去估算 這個 這個直式的事務 到底是有 多少個 這個是有一個數學家 高斯這個人 你學過普通物理 或者微積分 你大概都知道 高斯 這個人 在 他15歲的時候 對不起 這個不是1972 這個是1872 他就給出了一個 估算出來 就是 假如說是小於x的 這個直式的事務 他的估算值 大致上面是x 除以 logx 好不好 就是 這個事務大致上面是 這個 這個樣子的 稍後 他把一個 這個公式 把它寫成一個 積分的公式 就是 這個 DT除以 logT 這個對 時間T來 做積分 這個 叫做 v 方形 這樣積出來的結果 我們把它 稱作 v 方形 但是 這個是一個 估算的 一個公式 那 這個 我們說 假設這個公式 真的是 pile of x 的話 就是 小於這個 x的數目 我當然不知道 pile of x 到底是多少 我只能夠說 比如說我用 這個電腦 一個一個 去積極 我說當x是 等於一萬的時候 那到底有多少個 軸數 我去 算出來 那個值 我們把它稱作 pile of x的值 就是 這個真正的 數目 那這個 v方形 跟這個 pile of x 到底相差的多少 因為這個是一個 這個 v方形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一個 估算的嘛 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是 高斯所提出來的一個 估算的公式 就是 不一定是準的 但是大致上面是在 是在那附近 那這個值 跟真正的數目 到底是 相差 是多少 那 這個 這個也是 實際上面 演算出來 就是 這個大致上面 這個差 跟真正的數目 就是 你比如說你用電腦一個一個去積極出來 然後你去算這個 這個pile of x的值到底是等於多少 然後 這個v方形你就去做那個 積分 積出來看那個值到底是多少 所以 你就可以 算這個差 那這個差 大致上面這個值啊 可以差到 根號x 乘上logx的 這兩個之間的差 當你x很大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值啊 乘出來 這個相差 並不是那麼大的 就是這兩個的差別 並不是很大的 那 這個 數學家一直想要去找啊 這個 差到底是多少 能夠希望能夠找到一個 比較小的一個 這個數目出來 就是 除了 根號x乘上logx 這樣的一個結果之外 那 這個 事實上 這個進展 並不是很大的 那 現在 有一個很重要為什麼這個黎曼假設會跟這個直式的分佈 扯上關係 就是這個來假設說我現在假設這個黎曼假設是對的的話 我們可以得到這個結論 就是 這個 D-function 跟真正的分佈的差別 不會大於這個值的 就是事實上 就是事實上 可以證明這樣一件事情 那這個事實上是 充分必要的 就是你可以反過來做系數 做這樣的系數 假如說這個 D-function D-function 跟Pile X的差別並沒有大於這個值的話 那黎曼假設就是對的 好不好 但是從Tuning的觀點 他一直想要用 他後來為什麼想到這個人工自費啊 這個圖靈機器啊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電腦的先期 他一直想辦法 就是要用窮集 他要找出一個 找出一個例子 能夠證明 就是 這個黎曼假設 這個 這個東西 是對的 是錯的 就是我只要 他想要做的是 他想要找出一個 S的值 並不是這樣的形式的 但是Geta function是等於0的 就是他想要去 disprove 這個 黎曼假設 這個 這個問題 他這個 即便 他在解碼的時候 在 Code Breaking的時候 他還是一直在想著 這個數學的問題的 那這個 這個東西啊 我們剛講到說 這個差 到底是等於多少 有一個問題 跟這個東西是相關的 就是 有一個 華裔的物理學家 數學家 這個 叫做 這個 張毅唐 這個 可能是在去年的時候 大家在新聞媒體上面有 看到 這個人的 消息 這個是 北大 數學科學院的 本科生 跟在那邊 拿到 這個 的 受試協會 後來在 91年 他在普渡大學 拿到 普渡大學的 PhD 但是這個拿了 PhD之後 這個 他的指導教授 他在找工作的時候 他的指導教授 都不太願意幫他 寫這個 推薦信 因為 他發表的論文實在是 太少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在這個 這個 比如說 Subway 這個 連鎖 商店 擔任這個 會計的工作 然後在美國的一些 中國餐廳 擔任這個 外賣員 然後 在汽車旅館打零工 換句話說他一直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正式的工作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一個 這個人 他在 2013年的時候 發表了一篇很重要的論文 就是在這個 直視的 這個 Tine Number的研究上面 他證明了就是 任何 任何 比如說我現在給一個直視是N 那大於N的這兩個直視 是一定是 他的差 一定是小於 對不起 這個是7000萬 7乘上10的 七次方 就是 他一定小於這個Number的 這個在 數學界 是一個 很大的 一個突破 就是官民這個直視的分布上面 這個有時候也講做 這個 直視的人生問題 就是 當你的N很大的時候 這是一個 Pine Number 然後這 另外一個 這個是下一個 Pine Number 另外 接著下去的一個直視 這兩個的差 是小於7000萬的 這個 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沒有一個 upbound 在那個地方 沒有一個這個東西 在那個地方 那 詹麗堂是第一個 在數學上面 證明 這個事情的人 用著他的證明的方法 雖然這個上限 到今天為止 大概已經可以推到 大概是250 260左右了 就是 這個完全 這個 也就是說 他的方法 證明的方法 事實上在 數學上面 是一個突破 因著這個證明的方法 很多的數學家 就跟著 下去做 這個事情 現在已經把這個上限 大概推到 250左右了 所以這個對於這個整個這個 直視的 分佈 幫助我們對這個整個 直視的分佈 事實上是有 很大很大的一個 幫助的 那這個 7年 後來他現在在 在 New Hampshire 一個小的大學找到一個 正式的位置 這個7年 我們中院就要在顯院士的時候 就是 這個 樹里 祖心的院士 就是 我們選了這個 這個張一堂 事實上是獲選為院士的 那 這個 就是 我利用這個 事實上是這個 整個影片 這個模仿遊戲裡面 這個 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個 係數 就是 這個 出乎意料 的人 可成就 出乎意料的事 這個事實上也是指的 Aaron Tuning 這個事情 我們底下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影片 就是他在描述 這個是 整段的影片裡面 最感人的一個 這個 場景 也就是結尾的一個 所以 這個接下來 我大致上面把 這個 Tuning 他 這個 生命歷程 這個 比較 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 介紹一下 這個 他是 1912年 在倫敦誕生的 然後 1954年 他在 那個時候他是在曼特斯特大學的 數學系工作的 他是死在這個 南方 差不多18公里的一個 小鎮裡面 這個按照 官方的記錄 他是自殺的 那 這個 他13歲的時候就會 就被送到一家 他私立的 中學去念書 那 這個 就表現了對這個 數學跟 科學 這個 很濃厚的興趣 那 這個等一下我會列出來 這個是根據 這個 去 PBS 英國的 公共電視台 訪問一些 熟識他的人 那事實上他在 這個 整個中學上面 生活上面 是充滿了 很多的 挫折的 然後 他進入了 這個 劍橋大學的 國王學院 在 三一到 三四的時候 那 這個 他的 畢業論文 這個 有 很多人 弄計算的 統計的 大概都知道 這個 Central Limit Theorem 那 他因為 他的畢業論文 是證明了 這個 定理 他 畢業以後 就 被選為 Felder 就是 比如說 你有一些的 餐廳 有一些的 在國王學院裡面 有一些的餐廳 有一些的 場合 你必須是 Felder 才能夠 參加的 那之後呢 他這個時候 他這個 想的一直是 就是 那個 人工智慧的問題 人工智慧的問題 就是這個 我怎麼樣 用 機器 去算一些 你可以算的 Number 那 接著 在1936年的時候 他 他事實上 就發表了 關於 Tuning machine 這個是 今天大家認為 是我們所熟悉的 電腦 的第一部的 這個 原創品 就是 這個 其實可以 他是假設 這個是 完全一篇 理論的文章 他認為他可以計算 任何可被 計算的東西 這個36年 到38年 他到美國的 Princeton 那個高等研究院裡面 他去學這個 數學跟這個密碼學 然後拿到了這個 博士協位 然後就回到 這個 英國的 建橋 然後在一個 政府的 就是 密碼破譯的 子子裡面 做 Part time的 在那邊做這個 兼職的工作 那這個時候 他一直想的 還是 就是 除了這個 去破譯 這個密碼之外 他想的還是 怎麼樣子 把這個 把這個 Tuning machine 把這個 Tuning machine 把這個 這個 就是把這個 Tuning machine 把它 做出來 因為他 認知 在知的 還是 這個 罹難 假設 這個 數學上面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期間 就是在 39到45年之間 他就在 有一個屬於國家的一個實驗室 這個 現在 今天已經把這個東西啊 這個是 他們在工廠裡面工作的情形 就是那個整個實驗室的情形 這個是這個整個實驗室的外觀 那今天這個東西已經被 英國政府 設做 一個 Museum 在那個地方就是 在表彰 當初 在 二次世界大戰 這個是在一個 Park 旁邊的一個 類似 古堡的 這樣的一個 建子 那 這個 當作 Museum 就是表彰 他們在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他們在 對於 得金 密碼的 破譯工作上面 所產生的 這個 這個很大的貢獻 就是事實上這個東西啊 他們在這一邊的 工作 就是把這個 這個得金的 這個 這個很多的這個 加密的信號 都把它 完全 破解了 也是因為這個破解 然後 在 歐洲的戰場上面 這個 他們 英國 才能夠獲得 這個勝利 才讓 這個 英國 本土被攻擊 這個 減少到 最低 但是這個 這一些的情形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結束以後 這一些的情形 都是沒有辦法解密的 也就是 說大家根本不知道 這個 Tuning 對英國是做了很大很大的貢獻的 因為這個 完全是被 解密的 在四十年代啊 他重新回到了這個倫敦在 國家的物理實驗室裡面 工作 那 他領導設計出了第一代的這個模型出來 就是 這個 Automatic computing engine 就是我們今天 簡稱的 ACE 那 這個 還是沒有辦法真正 這一列的還是沒有辦法真正去做 計算的 那 在四零年代的末期啊 他在曼特斯特大學的數學系 擔任這個 副指任的位置 並領導一個 計算的 一個 實驗室 那 在這一段的期間 他第一次 提到 這個 這個 所謂的 人工智慧 這樣的一個議題 就是 我們怎麼樣子 去讓 設計一台電腦 可以仿造 人的 邏輯 這樣子來做 做思考 那在 1952年 的時候 一夜的時候 這個 Tuning 他在那個 自首啊 就是我剛講的距離 這個 曼特斯特 差不多 10公里外的地方 他的自首被 入侵了 然後 這個 他 馬上就 報警 這個報警 處理 這個 警察來了 以後 最後 這個追問的結果 這個進來 他承認這個 親日的人 啊 就是 一個 19歲的 青年 然後 火同另外一個人 親日 他的 住宅裡面 去 窃取一些的 東西 那 這個 Tuning 承認 他跟這個 19歲的這個 青少年 啊 有這個 性的關係 那在 50年代的時候 在英國啊 這個是 這個 同性戀啊 還是 是一個 罪名的 就是 這個 結果他就 被控以 這個 嚴重的 威脅罪 在 被逮捕了 這個 這個是一個 呃 當初在 英國的社會裡面 這個是一個 呃 很嚴重的 一個 一個罪名 那最後這個 法庭先判的結果啊 就是你 你選擇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 你就 關進監議裡面 跟這個社會 隔離 那另外一種就是 呃 固定的 你要 呃 制設 這個 呃 呃 磁性的 這個基數啊 來降低你的 信義 然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假如說這個法院可以保證 呃 你每 呃 每一個固定的 時間你都有 製設這個藥物的話 那你就可以 呃 獲得 這個 緩刑 那 這個圖名最後選擇的是 呃 第一種方式啊 但是也是因為這個 這個樣子他在這個 呃 警察機構裡面 他就留有這個案底的 所以呃 這個一些 這個解碼的工作啊 在政府裡面這個解碼的實驗室 工作裡面在這個就是我們台灣所講的身家調查 你就通不過了 你根本沒有辦法 呃 這個進入 到這一類的呃 場所裡面去工作 那 這個 1954年6月7號的時候 所以這個紀錄 他被控那個罪名啦 差不多是兩三年之後的 時候 這個就發現到呃 呃 他呃 呃 死在這個呃 自宅裡面 那他旁邊剛好有一顆這個咬過的蘋果啊 呃 呃 呃 他的胃部裡面並沒有發現到這個 後來做這個遺體的檢驗的時候 他的胃部並沒有這個呃 蘋果的呃 呃 砸碎在裡面 他只發現到這個 氫化物的容易在他的呃 身體裡面 後來這個法院就認定啊 他是使用了這個就是咬了這個 呃 禁過 氫化物容易的這個蘋果而死亡的 所以呃 法院的判定是自殺的 那這個家屬啊 一直不太相信這個東西啊 那呃 呃 一直在呃 想要去翻這個案子 但是這個並沒有改變這個 法院上面判定的呃 結果就是還是這個呃 判定這個自殺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啊 有很多人都在講說 這個Apple啊 他那個logo的呃 這個靈感啊是不是來自於因為聽名 因為這個人是呃 呃 這個計算機之戶嘛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個關係啊 這個呃 這個呃 把這個logo設計成這個樣子 一個蘋果被咬了呃 呃 一個切口在那個地方 但是這個呃 這個呃 這個呃 這個很明確的告訴BBC哦 在一次的訪問裡面 他說這個呃 這個絕對不是一件真的事情 就是這個事實上是跟Tuning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他說上帝啊 我們希望 祂是真的 所以這個呃 呃 這個只是一個呃 呃 一個巧合而已 呃 那這個呃 這個他過世以後呃 呃 有很多很多的呃 呃 這個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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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呃 這個我舉一個例子哦 今天在呃 在資工的領域裡面 就是這個資訊工程的領域裡面 這個最高的榮義 是就是所謂的Tuning Award 這個圖名獎啊 最只要也是要他表彰 他在呃 這一方面的貢獻 這個呃 呃 在那一段的期間啊 這個Tuning所做的工作 一直是沒有辦法解密的 就是英國人也不知道他事實上 對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做了很重要的貢獻 那直到這個2009 呃 這個呃 這個時候是 那個時候英國的首相叫做Bron 他呃 呃 代替政府發布了一個 英國政府發布了一個聲明啊 就是對於這個用同性戀這個罪名啊 來啟示 圖明 他是呃表達很深層的 歉意的 然後這個一直到2013年的12月24號 才呃 兩年不到啊 這個的時候 這個呃 英國的司法大臣啊 才呃 呃 宣佈這個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啊 赦免了這個 呃 圖明 在呃 1952年 因為同性戀的行為 被呃 呃 启示 呃 這樣一個一個 呃 被定罪 呃 這樣一個一件事情 他們才正式地對這個整件的呃 事情表達這個很深的呃 這個遺憾 呃 那這個宣佈之後啊 這個事實上在呃 英國社會裡面引起很大的反彈的 這個很多英國的民眾認為 這個你這個不應該這個呃 他們表達這個呃 呃 就是 把這個東西除罪化 應該不僅限於這個聽領這個人 應該把所有的那一段期間呃 這個定罪所有的這個呃 的人都應該呃 赦免的 但是這個呃 英國呃 女王啊 對這個東西 一個並沒有呃 更進一步的呃 行動 那 這個呃 這個電影啊 是完全按照這個呃 這個原字啊 這個呃 這個呃 好像我我沒有記錯的話 不曉得是 Candridge Place 還是Oxford Place 就是呃 呃 呃 劍橋大學或者是牛津大學 所出版的呃 這本書 呃 完全這個整個祭本啊 事實上 這部電影在呃 奧斯卡上面 他得到的好像是就是呃 最佳研制改編 祭本獎 呃 呃 呃 這個作者啊 呃 呃 呃 事實上是呃 在目前是在牛津大學的數學系裡面工作 那是一個很有聲望的一個呃 呃 科學家在這個目前這個呃 呃 弦論的領域裡面 事實上是呃 做了很大的貢獻了 那他花了很多的時間來研究 這個Aaron Tuning的情形 他事實上有一段時間是呃 呃 跟這個Tuning是有共識過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他本身也是呃 呃 一位呃 呃 同性戀者 所以有一些的事情 他的感受是特別深刻的 那這個呃 Hodge這個人啊 他呃 呃 也因為這本書 因著電影 然後有很多的媒體要訪問他 那他在對英國的PBS 哦 這個 他回答這個呃 英國的PBS上面的呃 這個訪問的時候 他談及了就是有一些的事情是一般人 所不知道的這個Tuning的一個呃 的事情 第一個是這個呃 Tuning 事實上是一位這個呃 世界級的呃 馬拉松跑者 那在1948年的時候 他們呃 經常跑的是呃 呃 呃 好像是從曼特斯特到某一個定點 呃 差不多是呃 10mile左右 就是你換算成公里的話 啊差不多是15公里 他是隔一兩天都呃固定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最主要也是解壓就是他的壓力啊 所受到的呃 壓力 他用這個呃 短跑這個跑步的方式來釋放他心裡面的壓力 那他最好的紀錄是兩小時四八分三秒 跑完這個 這個15公里 這個那個時候這個呃 呃 呃 那您批克啊 的紀錄 是差不多呃 比這個東西要快 十一分鐘 所以事實上他只比這個 世界紀錄 呃 晚了 這個十一分鐘 所以這個是呃 一個呃 呃 事實上是一個 世界級的這個馬鬆的跑者 那你在影片裡面經常會看到他在跑步的情形 那事實上這個是他唯一喜歡的運動 那事實上也是一直很專制的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接著我們我們看一下這個呃 這個影片裡面一直在重複呃就是呃 呃他一直用這樣的呃跑步啊 來釋放他心裡面的呃所受到的壓力 那 這個另外一個點 我們剛提到在生命的歷程裡面提到說 這個呃他在中協的時候 那那是一個私立的中協 那呃要求是呃非常嚴的 那他在中協的時期啊 他呃對這個呃這個呃 這個呃 科學跟數學展現的濃厚的興趣 但是事實上他在呃中協時候的這個成績啊 是相當糟糕的 這個到現在為止啊還保有一個文件 是當初他英文的老師 對他的英文寫作上面的一些的評語 就是根本完全沒有邏輯結果啊 這個寫的是呃一趴糊塗啊 甚至這個中協畢業考的時候 他呃曾經想到說有沒有什麼辦法 他可以逃避這個畢業考 他可以逃避這個畢業考 因為他覺得他一定是呃 呃通過不了這個呃這個畢業考的 所以呃呃這個並不是我們呃一般啊 就是在這個電影的描述裡面 你會覺得是說呃這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學生 在呃呃科學方面的表現是非常優秀的 那事實上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呃呃 呃呃在四五年之後 他把一部分的心力啊 這個轉到這個生物學上面的研究 就是他事實上他涉及的領域 包含了物理生物化學跟神經學 那呃呃這個在生物學上面 事實上是Tuning他所開啟的 Aaron Tuning他在談話的時候 這個都是根據嚴殊的作者 他在接受PBS的訪問的時候 他所吐露出來的 他所瞭解Tuning的情形 事實上他在跟人家談話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口脊的毛病的 那就是講話是結結巴巴的 那在他的同事之間 這個電影裡面有描述說 他因為想要掩飾他的同性戀的傾向 所以跟一個女生 也是當初的一個同事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做這個破解這個密碼工作的一位女同事 結了婚了 這個女同事是真的是很喜歡他 但是他們想到的只是 那個電影的描述 是他想要用這樣子來掩飾 這個他的同性戀的傾向 事實上是他對他的同事 就是一起工作的人 他從來沒有去掩飾 這個他的同性戀的傾向 也就是說在他的工作的這個牽子裡面 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個 Aaron Tuning 事實上是有這個同性戀的傾向了 那最後這幾年 因為這個法院的判定 他必須注射這個此性的激素進去 那這個東西對他 對於他是一個很喜歡運動的人 那由於製設了這一些的東西 導致他整個乳房變大 所以他根本沒有辦法去從事他所喜愛的 這個比如說這個麻松慢跑的工作 但是他還是這個對他的心理上面的影響 當然是很大的 但是他從來沒有讓這一類的因素 影響到他在從事的這個思考的工作 或者這個學士研究的工作 所以這個也是這樣的堅持 也是他能夠成就這一類的事情 最主要這一類自虐的最主要的原因 這個最後我擺了一個 這個是在剛剛我們講 在二次世界大戰 那個他的工作場所現在已經變成了 那這個是在擺在裡面的一幅的雕像 就是Tuning在那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雕像 那我今天最主要就是把這個Aaron Turing這個人 就是因為這一部影片的關係 所以我簡短的把這個他的歷史 他感興趣的一些的工作 介紹給大家 這個本來這個Tuning 他本身就是一個數學家 所以這個本來是數學專業的人 我們來做這個演講是比較適當的 對一個物理學家而言這個是這一類的這個 所謂的黎曼假設啊什麼 這個對一個物理學家而言 事實上是得了一層的 但是我就是想辦法把這個工作做好 這個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